他們的器材從中科擺上來 所以他們今天看不到 那大家都很期待 看到你的本人 就在於一個時間過來 其實我直接跟委員這邊報告好了 大概我們這個案子主要就是 在20號那一天會有一個 整個的來由其實已經大概五年前了 五年前當時我們在幾個科技部的計畫裡面 我們開始進行醫學影像的一些研究 所以各種影像的3D化、視覺化、立體化 開始做一些我們台灣自己做的一些軟體 做醫學影像的軟體 然後走到一段時間以後開始 大家開始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就是穿戴裝置開始出現了以後 我們開始想要把這些影像 開始往頭上擺 然後往眼睛上放 當然同時之間 這樣多個GAS也會出現 所以這整個的研究大概在四、五年前 因為我本身是補科醫生 我本身是補科醫生 所以我們每天在開刀房裡面會用到大量的S光影像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開刀房裡面 大概環繞的這個手術者旁邊 大概最基本的配備大概就是四、五個螢幕 但是如果像現在一些高階手術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微創、導航、脊椎的一個內視鏡手術 假設用這樣的話 它裡面會有微創手術、有導航、有內視鏡 加起來可能超過十個螢幕在這個桌子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想 後來就開始在想怎麼樣讓 因為每一個螢幕都是自己去看 看了以後就停在自己腦裡面 然後根據我手術前的構思 然後去做一個配對 然後再用自己的手開刀看出來 然後開刀的時候你還要看到病人 然後用病人解剖圖再配合我剛看到的影像 所以我們整個的影像就分了手術前的一些的 診斷影像、計畫影像 手術中間發生的實際的影像 跟病人也一樣 這邊還有還有器械也一樣 所以這些的東西其實都是用 我們的腦跟過去的經驗學習值 把它配在一起 所以達文奇的出現其實改變了 許多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曲線 但是這樣子一個發痕的過程中 另外一個 當然達文奇包括手術機器人 還有手術手臂 台灣現在其實我們也在做 然後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醫學影像 開始把它從旁邊慢慢集中到手術台上來 然後集中到手術台上來 然後集中到手術台上來 當然他們現在有一種是 就用三代式、五代式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委員 能夠支持我們做圈禁投射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能夠把這個影像 集中到病人的身上方 也就是讓所有參與的治療 用第一人稱的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種種的一些的契機跟需求 就讓我們有兩位骨科醫師 我本身是創傷科 骨科裡面的創傷科 就是開骨折手術的 然後另外一位醫師 也是團隊裡面一位浮醫師 他是脊椎手術 所以這兩個手術大概是 五科手術裡面 開刀房裡面用到 服飾X房最多的科技 所以我們的需求最高 我們希望用一些影像 對位疊合的方式 讓服飾器量能夠下來 然後能夠讓更準確 然後讓學習的曲線 能夠更減少 所以呢我們大概就五年前 就開始走上這一條路 所以運氣很好 幾個關卡都突破 所以在去年 外交部開設的 台灣醫療精英科技 Discovery Channel裡面 李大維部長幫我們 推上了Discovery Channel 所以在去年的7月12號 在台北品館 副總統親自首播 他主持了一個典禮 之後呢我們一路就覺得 有政府或者是上天在眷顧著 所以後來我們在經濟部的 加創計劃裡面 我們順利的通過了 曾經的關卡 也拿到了加創計劃 該給 該爭取到 我們想要爭取到的最高金額 來作為一些的初期的運營成本 所以也在今年的3月份 我們成立了公司 然後也很感謝 科技不成不慘 也開了口 也讓我們很順利的 在寸土寸金的大陸山的中科園區 中科裡面 我們有了自己的辦公室跟廠房 因為現在中科已經一地難求 都像我們剛過那個入園虛課的時候 他希望我們到虎尾到哪裡去 但是後來我們竟然可以在總部有了自己的廠房 雖然是100多瓶 但是象徵的意義對我們來講 是讓我們非常的高興 所以這一次經過了籌備之後 我們就選了什麼 在一年的時間 在一年的時間 去年7月20號首映 然後今年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時間 我們順利的做了STAR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選了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8月20號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發表會 大概整個的過程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個歷史的部分 就是跟我們可以報告一下 我覺得這個 您講到就是遠去醫療教學的部分 所以他不其實在手術房的那個方向 是不是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把它設定成至少三到四代 第一代的是最簡單 第一代的就是我們單純的 把手術室裡面發生的影像 把它丟到眼鏡上面來 這個部分技術門檻並不高 但是他已經解決了許多人的問題 譬如說 我們現在要招手術當中開刀 要招一個意思光片 在以往 大概那個螢幕是放在教授的對面 但是其他人都得回頭看轉頭看 但是教授還是得抬頭看 但是呢 我們現在把那個影像丟進眼鏡裡面以後呢 其實 就是我們就可以從第一人聲勢的講 我不用抬頭 我就可以繼續做 像我們一般的民眾的經驗值最多的 大概就是內視鏡 縮胃鏡 但是縮胃鏡的時候 醫生有沒有看到你的嘴巴沒有 他看哪裡 看螢幕 然後我們在做負腔鏡手術的時候 醫生看哪裡 醫生沒有看你的肚子 他看哪裡 他看螢幕 他被迫這樣子做 這其實是違反自然的 當我們在做某一個手術的時候 我們習慣他是 就是手術也跟或者視野 希望盡量一致 不論是做什麼事 但是在過去這20年的發展 其實是逼著醫生去抬頭看螢幕 但是手做其他事 所以我們希望改變這件事情 所以在第一代就是單純的把影像 露到我們的眼鏡裡面來 所以他就是相當於一個同影機一樣的 你明確的需要接下去就這樣 也就是說我可能只動眼球 但是我其實我整個的手術也並沒有動 了解 我不用再抬頭了 甚至我的助手 可以用他第一人稱的角度 來看到你像 所以以往如果我是助手 第一助手 螢幕一定是放在教授這邊 那我怎麼辦 我要轉頭 我轉頭之後來去模擬再顛倒 然後我來做這個事情 在以往我們的原型裡面 很早我們大概五六年以前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是當時沒有辦法做到 每一個人看到自己相對會是看到的影像 我們每個人看到都是教授看到的影像 所以其實那個反而會出事 因為我是在那裡有一個180度的反差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到了第二代 第一代可能單純只是一個別格的影像 第二代開始有一個AR 我們開始要把這些影像 不單只是丟上來 而且要跟解剖 跟手術前的一些計畫影像 能夠把它配對 所以開始有一個擴充實境的功能 這個功能我們也是在去年在Discovery揭露的 是大概到了這個階段 然後到了第三個階段 就是開始進入了 我們開始上面會有一個CAMERA 也就是說這個CAMERA好像GoPro一樣 它可以看到我們病人身上的Marker 跟我們的手術器系 所以這一些的病人身上的解剖症狀 或是身上的Marker 跟器械的一個MBC的QR Code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資訊 Fusion在一起 所以它開始有了導航的功能 這個是我們期待的第三代的導航功能 現在正在研發中的 差不多了 已經差不多了 第三代 然後第四代就是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開始有了所謂的遠距 遠距的教學跟指導功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可能在遠在南投的鄉下的一個災難 或是手術現場 只要有這個東西 其實遠在台北榮總的教授 可以經由APERICA的第一人證視角 來看到手術或是現場的狀況 這個是目前感覺技術層面上沒有太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期待它能夠變成一個VR的進入環境 也就是說這MR開始有加上VR 然後我們更進一步的 開始用Digital Graph Digital的數位手指的方式 能夠讓遠方的指導者可以直接進入VR的環境裡面 讓在現場的人員能夠看到遠方的指導 不是只有聲音 而且看到手 當然也是可以顛倒 也可以顛倒 就是初學者需要遠方的指導 但是同樣的 我們在上個月吧 我們把整套系統講好以後 我們測試了第一次 就是手術者 因為現在從8月到開始 醫學生包括住院醫師可能進入公司吧 80公司 所以現在很多的住院醫師 在制度規範的要求之下 他可能必須要下午要休息 但是我們就說好 那你甚至在復書館、在宿舍、在教室、在自修室裡面 你可以戴著眼鏡 還是一樣清零手術的現場 然後我在開道的時候 在我們的研究室有兩位輪修的注意事 他也要戴著眼鏡來看 我覺得他們太舒服了 然後他們可以直接問問題 因為他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 然後他可以直接問問題 然後我可以直接解說 所以就是不論是遠距來指導現場 或是來現場來教學 做遠距的教學 目前看來這都是可以解決 而且可能快可以實現的 所以就是說這樣一個眼鏡 他本身不論是當作頭帶顯示 或是眼鏡本身 大概我們自己設定的就是 至少要在這幾年內 完成這四個階段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無論是在臨床端 或是在教學端 或是在救難端 我們希望都能夠達到一個 傷化的水準 或是醫療的要求 這是我們那一群研發團隊 目前給他們的一個標準 不過那群研發團很辛苦 因為他們很年輕 就是那群很想來的小朋友 他們 他們平均二十三四歲 最少二十幾歲吧 在進去的時候才十幾歲 非常年輕的一個團隊 所以 非常年輕的一個團隊 我們現在 我們沒有辦法說他們 他們未來一定 有多 在下一步 能夠空間到多大 但是 我們現在嘗試的 激發他們的想法 當然我們也希望 在有一些的傷化的過程之後 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或者是資金 能夠有更多外部的一些的研發的團隊 也能夠來做協助 因為這個裡面 就像這一組 這是我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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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Totally 團隊裡面 硬體軟體各多少人 目前我們總共七個人 我講在公司端 三個人 對 在三個三個 然後我當然負責的大概就是 情依大學裡面的 就是王明亮王教授 這個是我們目前第一代 到第二代 1.5代左右的 還沒有 我不認為它還很好 因為 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要後面來做 麻煩指 沒問題啊 前面這個Locker 幫你 那我還蠻清楚的 然後開機是 直接 一開始的用嘴巴要用 只要接起來就可以了 喔 OK 所以是任何HDMI能輸出的 對 然後這個是 在穩定的環境之下 我們還是有線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一開始可以用無線 無線的話是用Wireless HDMI 對 就Wireless HDMI OK 目前當然它 我們還是嫌重 所以它可能還需要一個Hand Mount的 還是需要一個Hand Mount 其實只要比HoloLens輕都是輕嗎? 對 我們這邊就是 您可以看到該有的VR 還是其實我們的Lab這邊 都看到 對 每一個都有 我們其實常常 那一邊是HoloLens 對 常常在HoloLens做研發 那HoloLens目前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格式角度 對它前面只有一點點的可見的角度 所以就變成是說能夠做的都是小的模型式的這樣的東西 那我不曉得說對你們來講就是可見的角度 比起HoloLens你們有打算做到更寬嗎? 有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需要能夠涵跨整個手術眼 對 對 所以就是具體來講是怎麼突破這個問題 這可能要 設計上有什麼不同? 這可能要那位王博士來跟委員講 不敢在這邊搬得那麼多 找時間再請王博士來跟委員講 他們很想 不過現在看起來這一代的是跟HoloLens幾乎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可視角也沒有更快 對 是的 但是是相當清楚 就resolution也是差不多 我們覺得最自豪的一點 我們一開始用Epson後來找Lumin 但是後來我們決定就是全部自己來 是 所以這裡面全部是我們台灣自己的人員 自己的供應鏈來做出來的 是 了解 因為我大概2003年左右 我有自己弄一個一樣的就是投影的這個部分 那當時解析度當然沒有辦法這麼好 可是最大問題還是它的寬佔度 它的寬佔 所以其實真的已經有一些進步了 所以我想詢問的就是說 這樣子一套 大概現在不算軟體授權費什麼 你們製作 我如果現在想要買一套的話 它比HoloLens的價錢 便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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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MIT的那個 其實我們一開始希望 我們第一代展示在Discovery 其實那個時候還是用Epson 但是Epson很難談 後來我們 很多人問我們說為什麼相隔一年 我們才做 他們認為我們太晚太慢 因為7月22已經揭露了 我們後來跟他們解釋就是說 因為在整個授權代理過程中 我們碰到很多的主案 後來我們決定自己來 所以現在裡面核心最重要的光機 現在也是由我們自己弄出來 OK 比一下的重量 那你自己做的嗎 不行 我自己自己做這個 但是後來我就比較做軟體 所以硬體的部分都交給你專業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感覺得到就是 大概甚至只有快一半左右的 一半 對 其實但是它的可視角是這樣類似的 當然因為這裡面它是內建一台電腦 也是非常公平 但是我們在操作上面當然是輕的比較容易使用 是展位 這個是什麼牌 Microsoft 這是維爾的 HoloLens 然後它目前在醫療端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它的SCOBIA System 沒錯 因為報告委員的是就是WCIT 也是我在負責這位醫療餐館 是的 然後我們也本來想嘗試的就是SCOBIA System 我們要不要進來 後來因為一些症狀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選擇了HTC 所以在WCIT的會場裡面 我們在HTC上他們有三個一個展示的 就是他們的應該能叫Five System 來做神經外科啦 還有虛擬解剖的 對 對 請去拜個系統 你為什麼這麼起醫學的故事 這是奧可樂 奧可樂 所以應該目前是 都有了 是不是要早點來都有 就這樣了 對 所以我們來講 那你應該去現場玩啊 你根本就很熟悉 那我現在玩了 你應該去現場玩 我們也很謝謝小米他們 所以我們把從1900年開始 就是醫學影像的一些進展 也拍了一些的復古片 我們這次很不一樣 我們是 然後我們也拍了 我們拍了四段的歷史 就吃光貝道一樣 進入貿易會這樣玩 對 然後一直鋪陳到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從1895年做到近代 再做到MR 我最關心的 還是你們有Wireless HDMI 這已經測試成功了 嗯 嗯 嗯 目前說是 I'll be honest 嗯 現在兩個會比較穩定 兩個 對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那天要 想要一對很多 因為我們一定都想要試戴 可是因為他們就非常的緊張 我們會非常害怕 因為其實就算是他們的無限模組 現在他們也是還是 就是覺得理論上可以 但是要看那個環境 對 所以我們也很怕 在禮拜天的環境裡面 如果想戴 如果想戴 這樣的話 會不會是太危險 大家都開Wi-Fi 哈哈 每一個人都沒想到 哈哈 OK 所以就是你們DEMO 還是會有限 但是在比較空曠的環境 至少兩台的外 有 或是說 在我們的訓練書 或是在我的學生的時候 那個 會 就是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穩定 我們採購法是 十萬以上以下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一號沒有十萬嗎 委員要嗎 委員要 我們就 做一點點 是這樣的 是的 沒有 我們自己真的一直在做 尤其是HoloLens Team 一直在做開放 然後我們在討論的 其實比較是 就是做公共建設 因為我們做抽象的法律 討論 這些 我們有一些視覺化的一些方式 但是呢 如果是 要討論好比 要建立一個公園 這是小的 或者大一點的 好比像說軌道建設 那這樣其實大家圍著 這個討論的感覺 是很需要的 不然大家都是 看平面圖 然後想像 並不是大家都有 一直這樣子 看平面圖 疊合到3D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在發展 就是大家帶著HoloLens 或者Vive 但是可以圍著一個 可能虛擬的 像在Minecraft 裡面這樣一個場景 去討論施政 或者是討論其他東西的 這樣一個技術 那當然目前就是 MR的Minecraft 或者是VR裡面這些東西 都還在非常 開始的時候 所以其實並不是大家都 都很能習慣 我們目前實際投入 production 還是就是 您剛剛講的就是 放在牆上 然後大家感覺就是 有一個人 HoloGraphic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 並不可能真的 繞著它 相信您也很熟悉這個情況 對 所以我確實是很 很願意就是繼續 如果你們團隊 有這個興趣的話 真的是來這邊聊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 把我們目前的 Research Proposal 就是也跟你們 就是互動一下 就是說 即使是 只是作為這個硬體的用戶 我覺得我們也有一些 可以合作的地方 哇那太帥了 對 我們的網型叫做 HoloPolis Holo Holo 可以幫我寫一下 對 Holo 然後就是HoloGram的Holo 然後Polis P-O-L-I-S 我可以再E-mail 那我們有一位 互動設計師 是粉絲我的基奧秘書 那他就是 投入在這個研究 他有那個 對 我們這個 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有兩位導演 然後有 有服務設計師 有互動設計師 然後也是非常年輕的一個團隊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 至少在Research上 應該是行政院 最歡樂的一個辦公室 對 確實非常的歡樂 可以看到大家都是用便利貼啊 有什麼東西來 來管理工作 對 所以我是很looking forward 就是說我想今天這個發表會 預錄的部分 祝福的話 這個我當然可以盡量講 但是我非常looking forward 就是如果等你們這個發表會 結束之後 稍微有多一點空間的話 我們的Research team 過去拜訪也可以 你們過來也拜訪 好的 好的 因為除了影像 我們希望繼續走之外 我們心中 我們這個提名 一直有個夢 就是HoloGraphic 在下一步的醫療端的演戰 因為在以色列 在跟菲利普版 他們已經可以把心臟 附在病人身上 這樣子的一個實戰 已經開始出現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真的會顛覆了我們 很多未來的醫療的決定 跟處置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產品 最重要的產品 是要能夠改變醫療行為的 那才是重要的事情 然後也就是說 這一些是 在這個team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下一步 要能夠做的 我們還有很多夢想 還有很多夢想 這個 這一個M2演技 算是第一步 我還沒有辦法說它成功 因為它的確還需要有些的時間 人員 資金 但是 總是第一步 然後我們比較 proud 我們自己的會覺得是說 我們克服了一些光極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 談一下這個後面大概會有 八到十個左右的一個 協力的產業 可以來讓這個演技能夠完成 然後其實它的人機界面到它 甚至它的工業設計班 都還有好多的空間還沒有到 我們也是希望 既有志發表會完之後呢 能夠看有更多的學員單位 他們能夠一起 打破一些 一些範理 打破一些等位 因為 就我個人來講 我們還不錯 如果有那麼一個東西 在世界上 比較潛密一點點 沒有道理 我們不把它繼續 綿綿下去 所以我後來 我也跟我們老闆講說 要不要讓我專心來 研發 就是醫藥醫師的總裁 華蜜德 我說要不要讓我專心來 來 補責這個就好了 那這樣子 一些很繁瑣的願務 是不是很累的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放一點點 我開始跟他談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部分 帶給我們的 特別是那些研究人員的 應該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過去這五六年來 我們有包括其他都是中自備的 嗯 就是中央啊 中正啊 中山啊 晴育啊 中正啊 中心 所以 我們在過去台灣做醫學影像的實驗室 其實沒有幾個 確實 然後有很多的碩伯生當時跟著計劃畢業之後呢 沒有適當的產業來承接 所以他們有的去畫水舞金 有的去畫 Nike 球鞋 有的去畫輪胎 我覺得 甚至還有的不得不去畫家具 我覺得好可惜啊 他們其實他們已經是可以做醫療影像的人 就是後來被迫 沒有一個產業可以承接他們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一次 像下個禮拜 成大的 一公所他們 他們有很多的 舊老師會帶著同學 我們也希望 有機會讓更多的同學走上這個領域 因為這個領域實在是 太好玩了 我們覺得說太好玩了 當然 我們另外一個branch 在做機器人 在做導航 然後那一塊呢 也可能會是另外一個 有機會的 但是 畢竟這個機器人跟導航這一塊 不能是達登奇 還是幾個世界主要的公司 他們走得非常的前面 我們要在短時間內追上的難度 不算低 但是就這個眼鏡來講 我們覺得這個 我們比較有機會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同意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太好了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 不管是應用或基礎研究的 資源是很豐富的 就像您說的 最大的挑戰還是跨域合作的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怎麼樣捐起這個本位 然後實際把Ecosystem做出來 對 那像Google Glass 其實雖然中間一度停產這些 我覺得它中間有一個做得比較成功的 就是它的那個SDK 就是它讓第三方的軟體 在第一時間就非常容易進入 而且甚至它對系統的這個控制權 不遜於就是Google自己的工程師 所以他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如果你們在軟體上面有什麼 就是SDK規劃上什麼 有我可以幫到忙的地方 我們研究團隊可以幫到忙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就 Fill the connection 然後我們隨時聯絡 太好了 太好了 因為我們也不滿大家說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每週三的下午 是跟社群一起來研發 像這樣子的東西的一個 算是Live的一個時間 那在最近的大概兩三個月左右 我們每兩個禮拜 就跟台灣微軟的一些Evangelist 一些合作去探索HoloLens 怎麼樣用在這樣子的討論上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跨越很好的一個時機 就是說他們也沒有覺得說 我們這邊的WebVR的開發者 或Vive的開發者 對他們有什麼威脅 那同樣的我們這邊的WebVR開發者之類 也覺得HoloLens 目前確實可以測試一些 我們完全用VR測不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大家都是很open的 就是去分享大家的demo 大家兩禮拜一個demo day 所以就是說非常歡迎跟你們團隊 這樣子 太好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本來 應該要給委員的一個邀請卡 是的 所以請委員還是看一下 那這樣子明天暫時行程是調整了嗎 後天 我想是這樣 我想是這樣 我覺得明天 後天 這段時間 可能不太 能夠跟你們的基礎團隊 有很深入的討論 那所以我會蠻希望 就是我們約另外一個時間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書樣也不在這裡 他是 整個研究 對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 就是 研究者 有一個真正的 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後天這個 我覺得我就是現在就是錄一段 然後我們就看實際上 就是你們想要怎麼使用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所以導演這邊有沒有 希望我特別用什麼 我覺得你就是 講一點祝福的話 沒有啦 就他自己會說的 所以 其實就是鼓勵我們的融化團 因為那些小朋友都還算 年輕 然後 對 所以我鼓勵一下 這個 這個不會穿 對 謝謝 我放這個地點 是 討論的地點就在這邊嗎 對 還是有另外一個集會地點 也有 對 但是我們DEMO的成語的話 之後會用空總 對 空總有一個社會企業的 這個社創基地 在就是本來的那個APP 就是村 就是仍愛路邊 東邊的那邊 對 那我們接下來會把那邊 弄成一個Connected Space 覺得那邊本來就會有一個 很Stable的一個 有綠木啊 這些各個都有的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會把行政院的 其他部分的辦公室 像花蓮嘛 對不對 雲家南部中部的那個 頻寬都升級 好像都升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這樣我們就可以做 就像你剛剛講的就是大的 像台北這個是一個AR Space 那其他的是VR或MR Space 那這樣我們在進行討論的時候 就可以不會讓社區界的一些朋友們 每次都要千里迢迢 搭飛機或者搭高鐵 我們當然是希望最後釋出來 那這樣子以後 那部的立委們 可能也就是可以再到場 咨詢就好 其實我們在這次 在安排WCIT的整個program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發想 就是除了智慧醫療以外 在智慧生活 智慧娛樂的地方 我們一直在期待 哪一次我們台灣可以辦 全球第一次的VR Marathon 是啊 大家在自己各自國家 跑台灣的場景 沒錯 大概沒有超越 或者是跌倒相撞的問題 但是跑場景 就是比速度 我是覺得 這樣的一個機會 越來越有機會了 對啊 可能我覺得一兩年之內 就是等 我覺得尤其等那個眼球追擊的 Foviette Rendering做好 我覺得那個就是我們目前在測的時候 現在還需要AR 而不能完全用VR的原因 因為在VR裡面 你不知道人家眼睛在看哪裏 對 那其實這個注意力一下就換散掉了 對 那在等那個技術可能一兩年成熟 這原來是 其實是寫給副總統採訪的 但是呢 總統有自己的一套 一套二局的那個 那你們看一下 一套什麼 他們有自己的那個文彈 就是你的東西抹去它 但是那還是寫 安康那種 對 什麼前瞻創新的那個 對 了解 那這是我 我用的是 因為我們的工程師都很年輕 然後我就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小寶寶 對 那你前面參與 那你現在是來看他的周圍 所以我用這個模式 很棒 很棒 不過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這種可以跟Yahoo 不過我2016年7月跟你們還沒有 很互動 沒有 這個就是浪參考 對 對 雖然我們2016年8月的時候也有發表 就是這個VR來進行討論的這樣子一個 paper 就是一個statement position paper 但是那樣子好像就在幫我們PDs打廣告 好 OK 我看一下這個稿子 在這裡面大概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們從一個單純的一個影像疊合到導航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改變就是 就是把Google Glass跨進醫療端的導航 其中間很重要就是用視覺來做registration 因為每個人像Google Glass最痛苦的對我來講 就是我可能要用continence 這個不可能一個operator為了我要帶Google Glass去用一個隱形眼鏡做我不習慣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每個人就有不一樣的聚焦點 所以在這一套系統裡面其實它整個在專利布局裡面最大的核心就是用視覺 用每一個人自己做calibration registration的時候是用自己的來做12點的聚焦點 然後之後在這段時間你看到的是根據你自己的focus來看到的事情 然後當然就是每個人眼鏡它可以做自己的registration 所以這一點就是從某個角度來講 讓眼鏡醫療眼鏡進入手術眼鏡 它開始不是只是單純的看 它開始有了mapping mapping的功能 所以在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現在hold through的大概全球專領裡面大概是這一項最重要 所以你的醫生證已經deploy進去 它已經知道我的就是眼鏡的 我們會需要有個東西 然後你要去cache 你就是一個模特兒在那邊以後 你覺得你已經是清楚了你要按一下 然後大概會需要幾個procedure之後 它就cache到 大概之後它呈現了就會有你的聚焦點來呈現在你眼鏡裡面的情形 很棒太好了 所以這個是大概是一個突破點 好那我覺得我就前兩段就 abbreviate 然後就從第三段開始念吧 我發現這個也可以當提示機 你要我帶進去 好 有 你帶進去 OK 那我拍起來放上去就好了對不對 這是最簡單的了 這個你有電子檔嗎 有 好 那你email給我 我以為email 在影片上 就直接把電腦拿過來接到眼鏡上 我會電腦拿過來 要賣給一次 我不會在一根 根本都會太好 我會去把電腦拿過來 我會去救啊 很好的 我會去救你 那我肯定是 我已經會去救你 那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我自己的肯定是 所以委員這邊是跟委員這邊 還是學校嗎? 學校我們之前有去拜訪過一些 邦蘭太大的就是一個Lab 對 都有其實 就是其實接下來我們的architect 就是書樣他可能還會去東京 然後就是他太大的老師 因為他本來是太大念這個研究所的 所以也會去跟各國的學者一起做 那可能也會發一些 可能一些demo或一些pay prep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research team 因為我們家小孩也在讀這個machine learning 對 本來在USC 後來跟著一位楊英全老師 跑到了一個非常偏遠的 你有什麼叫做? Mercedes 這是最年輕的一個UC 然後就跟著那位教授跑到那個 距離的優勝美地很近的一個鄉下的UC去 他們現在是在做 做這個 已經開始幾乎是在做AI網站 然後Computer Vision Machine Learning 開始做這些 太棒了 好 那我隨時可以 接用 看email給我 我發現我們老花咧 這一陣子畫面寫了 已經寫到老花了 那你去做 而且公電還是USB公電 對 所以我這台小Macgroup其實有Drive 那可以叫 要放 不好意思 不會 不用我穿 你應該穿一個 我穿一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两天发生了一堆事情 真的 所以包括副作 包括整个计划的原由的经纪部 对啊 原来李部长 他本来应该是我们架创计划这次要出席的大奖 有没有错 有吗 有吗 真的没有错 没关系 要是真的不行 我希望拍的就是 对啊 要是真的有没有错 没有错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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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之前沒有在什麼白名單上 我以為你進來以後完了 就是大家所有政府官員就是不用這樣子 從眼袍向來 給大家醫化 事情開會這樣 我們事實上 我們辦公室是這樣 對啊 這樣子比較省時間 但是其他就還在努力當中 處於被害妄想的狀態 這樣會不會偷看 沒有沒有 我覺得資安是沒有問題 我們進來之後一下的這些系統 甚至都有請願資安處 請真正的就是資安專家們測試過 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問題我覺得還是習慣 哦 OK 大家喜歡面對面 後面可以鎖 習慣這件事情 鎖住 好 行 而且很清楚 就是完美的題詞 哦 真的啊 你在上面看到我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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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先進 好 我就先快速人一次 然後再錄一次 然後再錄一次 我會有點讓我們大家實在 謝謝 不是 我錯了 謝謝 我還自己幫行政院就是叫副總統 叫省政院去成立一個全球救大人 可是我那天給總統 你沒看 他們說好 收 麥克風那邊 他在那個 這邊 這邊 對 所以他那邊有點皺皺的 是 對 對 那我可以讓我讓我看一下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謝謝 不好意思 OK 好 原來我們的MR 原來我們的演技也有那個 皮詞系的功能 對 對 對 當月無盡 對 晚上這個是買人工具 可以睡覺的時候 可以不用拿書 真的耶 躺著看 你這樣看你不會頭暈嗎 不會 因為我做這個做滿久的 有習慣 很習慣 OK 所以就 MR智慧醫療眼鏡 可以讓外科醫師在開刀的時候 好像有透視眼一樣 他在病人呢 可是我這樣子 我眼睛就沒有在看鏡頭了對不對 對 你應該下巴壓一點點會比較好 下巴壓一點點 大概這樣 對 下壓一點 這樣開刀字嗎 可以 沒問題 好 OK MR智慧醫療眼鏡 可以讓外科醫師在開刀的時候 好像擁有透視眼 在病人身上看到 臟氣跟血管的3D位置投影 大幅降低手術風險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 這個孩子竟然會跑 今天我看到他進步道 可以結合VR和MR 用虛擬和混合實際的方式 做到Telesurgery 這樣遠距手術的教學 真是讓我說不上來的驕傲 很高興這段我可能沒辦法 但是更令我感動的是 我們研究團隊之所以朝遠去醫療的研究方向前進 是因為這個團隊成員看到 國際上還有許多的地方 不像台灣是一個和平的地方 他經常處於天災戰火 還有重大疫病的肆虐 就像酒災狗 我有要講酒災狗 沒有要講酒災狗 還可以編輯 跟一般題詞即不一樣 重大的傷亡 那這樣子這個團隊希望透過MR 智慧的醫療眼鏡 讓全世界各地夠水準的醫師們 都可以以臨時差遍災難的現場溝通 不需要實際到災區 就可以達到實際協助救治的目的 我想我們台灣非常樂意 跟國際上面來分享我們的成果 未來不管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需要 我們都可以提供當地的疾難救助隊 這個由台灣自行研發製作和生產的 先進醫療器材 並且將台灣各科的名醫 共同研議去建立一個台灣五國界 重大災難救援中心 這一段我可能也沒有辦法講 我畢竟不是醫療政委 但是在重大災難戰爭或疾病發生的時候 台灣的種子醫師的自願軍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掌握災區的狀況 並且指導挺進災區或疫區的救難醫護人員 來做緊急的醫療救治 MR智慧醫療眼鏡 完全由台灣的人才來設計自己的研發 自己設計自己製造是這樣的一個成果 這項發明在國際醫療體系之中受到重視 英國 泰國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 都積極地跟台灣洽談進一步的合作 我們相信這項高科技的醫療產品 未來在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中 可以協助東南亞的醫療人才的訓練 以及將台灣的醫材和技術推廣 都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時這個前山計畫也跟我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 所以到這裡就好了 在世界地圖上面看台灣 台灣並不大 但是我們很有骨科 不 我們很有骨氣 這個字有點浮 好用喔 我們很有骨氣 我們培養出來的醫師 跟先進國家無分宣指 我們培養出來的高科技的工程師 跟技職人才也創造出許多的世界之最 在MR智慧醫療眼鏡研發團隊裡面 有一半以上的工程師 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幾歲 年紀輕 骨氣高 激發出無限的潛能 最後我要再次強調 在全球的醫療網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被遺漏 台灣不過這個就是跟中心一樣的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 對對對 就是最後我要再次強調 台灣不然的缺席 我想就是無限潛能 然後就到說 這個台灣絕對不會在全球醫療體系裡面被遺漏 我們可以驕傲的說台灣不但沒有缺席 更可以在全世界發光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就照這個念囉 好 可是我好想要你講一段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也有一個團隊 沒問題啊 這個我就把那個 我希望我們能夠很快的安排時間 跟這些年輕的工程師都交流 我們交換意見 我們就把那個出生嬰兒什麼 一名大一尊 改成 改成您剛剛講的這個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 可以解 那就開始吧 3 2 1 大家好我是唐鳳 我在入閣前 也就是大概快一年之前 在Discovery頻道上面 有看到這個 對MR智慧醫療眼鏡的這個應用 那當時呢 其實呢 我在入閣的時候 也提出一個 從起點到重點的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如果討論公共政策 尤其是要蓋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大家環繞著這樣一個虛擬的景象來討論 有的時候比製作一比一的這些模型啊 要來的容易 那從我入閣之後也很感謝 有一些很棒的設計師加入我們PITES團隊 我們目前呢正在跟就是各國的研究者們 一起做這件事情 但我很高興看到就是一年的時間才過去 在Discovery上面剛出現的 這樣子一個MR醫療眼鏡 現在竟然已經看起來可以承載 這樣子多人同時討論的一個應用 這個應用呢 當然在這個團隊是以虛擬混合實際的方式 做到Telesurgery 就是所謂的遠距手術 但是呢這件事情我們可以想像 不管在教學 在公共政策 在討論上面 都會有無窮的應用 所以我也非常願意 就是我們這邊的研究團隊 跟這個MR的研究團隊呢 盡快去建立一個合作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來進行 這樣子遠距的討論 我想呢這個研發團隊 之所以朝遠距醫療的研究方向前進 其實也是來自一個社會使命 是一個悲天悯人的一個情懷 因為呢這個團隊看到國際上面呢 有許多的地方 經常處於天災啊戰火啊 重大疫病的肆虐之中 所以說呢不斷是地震 或者其他的重大的傷亡 我們都希望這套MR的智慧醫療眼鏡 能夠讓全世界各地的醫師們 都可以臨時差的 能參與災害現場的 即時救治 不一定要飛到現場去 那我想台灣呢 非常樂意跟國際分享 我們這樣子的研發的成果 未來不管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需要 我們都可以提供當地急難救助隊 這個由台灣自行研發 自行製作 自行生產的先進醫療器材 一旦重大災難 災難症或者是疾病發生的時候 台灣的種子醫師的自願軍呢 就可以指導挺進災區 或疫區的救難醫護人員 來做緊急的醫療救治 這副MR智慧醫療眼鏡 是由台灣人才領先全球 自主研發設計製造的成果 這項發明呢 在國際醫療體系裡面 受到很高的重視 無論是英國 泰國 菲律賓 還是馬來西亞 都積極地跟台灣洽談 進一步的合作 我們預期這樣子的科技醫療產品 可以在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裡面 協助東南亞的醫療人才 進行訓練 也可以在台灣的醫材的推廣上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想在世界地圖上面看台灣 台灣並不大 但是呢 我們很有骨氣 我們培養出來的醫師 跟最先進的國家不分宣治 我們培養出來的高科技的工程師 跟技職人才 也創造出虛虛多多的世界之罪 像這一套MR的智慧醫療眼鏡研發團隊裡面 有一半以上的工程師 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幾歲 年紀輕 骨氣高 可以激發出無限的潛能 那我相信台灣呢 不但能夠在全球醫療體系裡面 展現我們醫療人才的光芒 我們更可以驕傲地說 我們在技術的研發 以及在國際參與上面 也更沒有缺席 而且正在世界發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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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謝謝 這眼睛不錯吧 我們都看完 讀完 你那天老闆 你也可以這樣 你忘稿的時候 你就看一下 忘記稿你就看一下 這樣 好棒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還是要 你可以看到委員這邊 已經開始有痕跡了 那可以調鬆 對 之後呢 因為 其實之後我們包括裡面的chip 或 camera 開始加 升級上去之後 的確跟HoloLens 我們它的重量也會一樣不重 所以之後會變成上面會要有帶子 也就是它是有化代式的 它不是完全式的事情 就去進化式的 類似的 OK 真的很期待合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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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應該可以 我們要不要大家配合 可以啊 可以啊 OK 你忘了看 來 我來拍 門 有啊 好 OK 這個要拿著嗎 這個要拿著嗎 哦 拿著 謝謝 謝謝 一起來 沒關係 後來拿著 你拿著 對啊 好 我數到三 一 二 三 再拍一張 因為大家都三 而已 一 二 三 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